大爷抓他的母猫用了七年 大爷七年中绝育了小区三十多只猫 唯独抓不到这只母猫 七年来大爷屡败屡战失手多次 他进了一次 叼走了吃了 原来不灵火吧 我甩个绳子 我一拽他不震动吗 结果他妈一拽他绳子爬断了 你是大的命大吧 从那以后就不进了 不进以后我就扣他 你扣不要紧也不拿瓣了 坑成就甩了 太危险了 那一次差零点几秒 碰着他头了 你说要是再往下一点 可以扣不要 对 以后怎么办 你们拿的 后来我给他吃完碗瓣 结果他妈哪天一瞧 这会儿妈来一些大小卫生的 人家一呼咙 他不睡了 这个机会 这这么猫也成了大爷的心头病 我们帮大爷第一次抓他手也失手了 大家都知道 当时主要是因为林老师 林老师当时报我已经打算了 这事和我猫的学院没有关系 大爷逃到的是林老师 不是我猫的学院 你说大师真是太遗憾了 你这个状况能失败了 你还是这个水平太低了 这次也就是在大爷的母猫快要绝境前 我们连续作战四天终于把他给抓住了 帮大爷抓到母猫后大爷对你是真诚的赞美 这是伟大的圣女 给我解决了多年来的一个溃绕 那个猫带着来终于带着 抓到大爷的母猫不到一个小时 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终于带着了 哎呀都知道了 伟大的圣女 接下来要去抓小猫了 让大爷伤心的母猫 这个我生了气只死掉了一只 昨天来不往的时候被小涛抓到了一只 这只已经快被跳到戏雪吸死了 现在这个地级下面还有五只 这五只抓到后肯定也需要进行治疗 大哥开吓着给我们小猫的治疗费用 你刚才小猫刚耍眼的 刚才给你费用多少 不用 其实这我小猫的治疗费用我们已经找到了 因为我们收到了星际合同公司 一位神秘图的人的投资 可以放心 他等着把小猫抓到送进医院 花多少钱都不怕 地级很深 而且里面全是杂物 我们需要清理一下 这里面的木头都是 你在十几年前搬家过来的时候留下的 一放就是十年 直到找了猫 稍微清理出来一点空间 我让小李观察一下小猫的位置 准备用掉梦干把他们的掉出来 现在小猫都在最里面干了 事情去他们到处乱跑 于是我故意搞不成他们的东西 看你们把他赶出来 在我的不断骚扰下 一个小猫跑出来 跑到了林老师的位置 林老师一把把小猫捏了起来 扎了个小李花 非常的瘦小 而且肉眼看见的腿上全都是跳蚤 故意这个小猫这么瘦 也得比跳蚤细细细的 看来第一下的环境确实很差 所以看了吗 叫小狄鸡 把小狄鸡放进袋子后 重新开始抓 我继续用干子骚扰驱赶 这个时候不知道小猫都哪里去了 在最里面只看到一个猫猫头的影子 应该是一只小黑猫 就在我骚扰小黑猫的时候 突然发现右边角落面藏着一只 我把肝子伸过去捅他 他不堪骚扰跑了出来 林老师又是一把上去把小猫抓到了 关键是今天林老师没有戴手套 竟然也这么有 看来林老师抓到大爷的母 我得到了大爷的夸奖 让林老师又重拾了自信 所以就跟着这只小猫群目叫没戴手套 然后继续抓 我拿着夹子跑到前面 低级开口头的地方进行骚扰 林老师和小李在后 只见林老师用夹子夹出来一只小猫 小猫一出来就指着林老师的鼻子骂 我肩脏马上跑 就把小猫给劈起来 这是一只小奶牛 看上去比前两只稍微健康一点 此时大爷站开来带走 准备把小猫放进带走的时候 黄牛手了 小奶牛 他看着还是比较健康的 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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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大就行 还好没有让小奶牛跑掉 不然大爷可能又会真诚的说 你这个水平太低级了 说一个小猫群的叫水平太低级 对对对 现在抓到了三只了 还有两只居然在前面骚扰 假设我是小猫我妈被抓了 还有人抓我的好兄弟 还在这拆我的架 我估计会骂死他 就在我继续一通乱捅的时候 一只小黑猫出来了 我上去就捏住了小猫的鼻子 硬子把他捏了出来 所以一条群叫捏肚皮 当然被骂的是更凶哦 比我这样捏出来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只小猫了 可是最后一只小猫 我们找了一二十分钟 搜寻了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 我们担心是不是又死了一只 大爷亲自趴在地上 只看了一眼就发现了小猫 这个洞 这个洞你看了 看了吗 还洞呢 看见了 起不在这个洞 小猫躲在了最里面的洞里 我们只能继续乱捅 终于把最后一只小猫捅融出来 又是林老师 林老师又徒手没有戴手套 林老师再下一层 这次五只小猫 林老师拿下了四笔 表现可谓神勇 我们装完小猫后 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波多网给收了 为了抓大爷的母猫 我们已经连续奋战四天了 今天又是五点钟来的小区 到此时已经是人困马乏 但是还要把五只小猫 掉到医院进行检查 到了医院医生都正经了 小猫一拿出来跳到到处蹦 给小猫喷上药之后 跳到爬到了小猫的脸上 密码码码的 看到我全身痒 为了避免大家的不是 就不给大家看了 抱歉我又改主意了 还是给你们看看吧 要难受 大家一起难受 要身上痒 大家一起身上痒 为了防止跳到满田飞 我们又把五个小猫包藏了粽子 这五个小猫相比 我们之前抓的足月的小猫 明显偏瘦小 给他们做完去虫之后 进行检查 小猫全部拼血 然后放到医院进行治疗 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 带回到了我们猫的学院 可是这几个小猫 一直捏不拉底的 过了几天 他们又拉足不吃饭 又被带起了医院进行治疗 就他们这个身体状态 如果不是把他们带回来 估计也就能活一两只 就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五个小猫第二次出院 严格来说是六只 还有小草抓到的 同样情况也不乐观 假期值班的是小许 他一看我们最后抓到的小猫 状态不带队 又赶紧送到了医院 幸亏小许及时发现 不然这只肯定没有命了 这一窝救了下来 可是花了不少钱 不过我们有神秘的头子的人 这个神秘头子的人 是纵红宇宙之间的女高管托帕 她非常的喜欢宠物 还建造了一个宠物姑娘 她还有一个宠物猪叫杖掌 头子我救这我小猫的条件 只有一个 就是给花钱最多那小猫 取名叫杖掌 我思考再三决定同意 所以就给这个三进医院的 吞金兽取名叫杖掌石头猪 现在杖掌石头猪已经出院了 暂时没有危险了 只需要加强营养 慢慢养上一段时间 这我小猫确实可怜 托帕也是很关心他们 除了拿钱之外 又庆祝做了一个玩具送给他们 一个行级和平公司的治疗舱 让小猫们没有身体疾病的同时 希望小猫们也能玩得开心 心理健康 而大爷的母猫 则被我送了一份豪华决套餐 恢复好之后放归了 吓死了 吓死了